Local監視器拍下超商外十多名男子 站在街頭氣氛似乎很緊繃 讓警方不敢大意 也出動巡邏 但到了現場沒看到人 原來雙方轉移陣地 在停車場相約談判 雙方十多人面對面開嗆 警方接獲通報 立刻趕到現場把雙方人馬支開 疑問之下得知 雙方談判是因為 陳姓男子被妻子戴了綠帽 雷姓仁妻和夜姓男子大搞混外情 但仁妻想分手了 卻反遭男子恐嚇 要PO出閒屍對話 仁妻嚇得只好乖乖跟丈夫坦誠出軌 陳姓丈夫被戴綠帽 氣得落狼約外遇男出來談判 索性警方及時攔阻 成功拆了這一顆綠色炸彈 雙方就是有一些分手的行為 所以雙方都邀請他的友人過來助政 警方逐一盤查身份 也告誡對方 有問題好好講 只要一動手立刻送辦 有機場有沒有查過刀戒之類的 相關的武器危險物品都沒有 感情糾紛差點引爆綠色炸彈 幸好警方及時攔阻上也拆彈專家 讓差一點點就失控的鬥毆糾紛 順利化解 既然來關章 台南報導 順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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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 關章